- 歡迎到Z2U.com 享受安全便宜又可靠的遊戲幣教育平台 因為上面都是真實的賣家 所以相當推薦給有需要MT或是VC的玩家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Snow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我們這個王朝模式 那繼上一次那個胡人王朝那支影片的那個點閱率不錯 那今天的話我想來測試一下 我們在今年的話能不能把我們的這個 布魯克林籃網隊提升到更高一個檔次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布魯克林籃網隊整體的這個陣容啊 首先Kevin Durant 首先Kevin Durant Carry Irving Binster Dan Whady 還有這個Jorette Allen 還有這個D'Andre Jordan 呃現在這個狀態看起來 整體來說是非常非常不錯的一個陣容 其實說實在是這樣 但是我只能說一句話 就是陣中其實說實在年輕的球員有點太多了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覺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首先先做一件事情啦 我們今年就擺爛 那我們今年的話先把Jorette Allen 放到那個發展聯盟那邊 先讓他待一下 然後D'Andre Jordan 欸你不能放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來想一下還有誰可以去 Lover 欸Lover可以喔 喔漂亮喔 我們現在看一下D'Andre Jordan 可以換什麼球員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其實能換的球員應該是不多的 所以 我覺得我們今天好的選手選手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明年的話 我們會有Wizeman 或者是有其他人 例如說可能 可能ColeAnthony 或者是可能Lamelo Ball這些球員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綜合看起來喔 換Rober Covington 或者是去換選手選其實都可以啊 那如果現在起來的話 我這邊 我先想一下 你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換到那個選手選 我先看一下D'Andre Jordan 如果交易掉的話會是什麼情況 D'Andre Jordan交易掉的話 D'Andre Jordan交易掉的話 也可以換到這個選手選 只是 因為明年這個MORE的話 我留不留其實無所謂 但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這樣好一點 還要這個Wizeman Chandler 再加一個Frank Jackson 其實可以啊 因為最主要就是 這兩個人都是一年合約啊 在這個情況下 我也不佔新資空間啊 D'Andre Jordan這邊先交易掉 然後我們再把 那一個 然後我們再把D'Andre Jordan 拿去換這個Rober Covington 這樣的一個做法是OK的 但是在那之前的話 我想先 改一下他的位置 讓他有更好的那個價值 喔 然後85評分 85評分的話 那肯定可以換更好的東西 OH SHIT I'M SORRY 這種做法看起來是可以的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今年就是要坦嘛對不對 那就Rober Covington 這個交易掉之後的話 我們這個情況下 就可以把Rober Covington 拉到3號位 變85評分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可以把那個 當兵條例的這些 也交易掉了 喔 所以你覺得這個Prince 這個位置的話 哇 Prince我覺得很可惜啊 我記得之前Prince 在那個老英隊的時候 打的還可以啊 長軍也有10幾分啊 那怎麼到藍網隊之後 他只剩下這個72評分啊 然後除此之外 還佔這麼多薪資空間 哇靠腰勒 這樣子一個價錢 不是這Prince 72評分然後還佔那麼貴 我是一個要坦的球隊 你然後你一個Prince 然後一年一千多萬 這樣子我怎麼受得了 哇他能換到的都是一群 我不知道怎麼講他們的 哇 這都什麼東西啊 稍微好一點 還有這個 Jordan Bell啊 就換個Jordan Bell 因為我說實在的 我們現在正中的那個中鋒缺乏 因為最主要是我把那個 Jord Allen拿去發展聯盟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先換一個 Jordan Bell好了 至少 至少好一點 真的是至少好一點 好這邊交易掉之後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發會長怎樣 好這邊先發 Kairovin Garrett Temple Robert Covington Kevin Durant 然後Jordan Bell 這樣正中 雖然看起來還是稀巴爛 但是最主要是在於說 明年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Jord Allen跟Chris Lover 兩個人把他 拉上先發 然後之後再交易也是可以 因為這個情況下的話 Jord Allen 兩年同工合約 合約結束之後的話 你要交易要續約 其實都沒有問題 那Chris Lover這邊的話 四年一年 大概一千兩百多萬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希望他的評分可以要更高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寄望 對於說 我覺得Jord Allen Bell這個球人 因為最主要他曾經是 這個勇士隊的球員之一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還蠻希望他可以成長起來 好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先來模擬一下 我們今年的戰績會是 多爛的情況 我們自己本身有那個 選優權嗎 我們自己本身沒有啊 完啦 但是 我們至少還有兩個選優權 然後 其中一個還是那個替護隊的選優權 好在他之前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 沒有所謂的傷兵條例 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還是得把這個 Justin Anderson 把他拿去交易啊 我先講一件事情 2024的第一輪選優權 其實這個東西 特別是太陽隊的選優權 哇幹 他能這樣換 他能這樣換 真的太誇張了 水啦 我相信太陽隊還會再浪個幾年 因為太陽隊就長那個死樣子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直接模擬到記中 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會拿什麼戰績吧 好我們現在來到記中 那我們這個戰績的話 是16勝33敗啊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哇 我們居然 但我覺得其實也合理啦 因為我們畢竟本來就是要坦 但是我想看一下 我們自己的那個選優權 到底在哪邊啊 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選優權就是我們的 我就講一句話 這個選優權100%是我們的 因為 樂透選優的概念就是 你只要到前15名之前 那都是歸還給原主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這個選優權必定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是絕對 削到不行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直接可以 白嫖那個輝狼隊一個選優權嘛 這個對我們來說 完全是賺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現在有任何人要測試 喔 兩個人要測試這個 自由求人 但我覺得還好 有沒有 comment 要交易掉嗎 我只問這個 robot comment 要交易掉嗎 那個選優權沒有必要換回來 他自己就會回來了 我再把Damn Wendy換回來喔 那我這樣等於他媽白嫖啊 爽啊 呵呵呵呵 欸我可以把Damn Wendy白嫖回來欸 又是你啊 Mitchell 欸每年換Mitchell的時候都有一種 就是覺得自己那個 心不安理不得的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Mitchell就是一個 屌好用的球員啊 是不是 好啦 因為我上次換過Mitchell 我這次就不換Mitchell 這樣要不然就是兩次都太那個 卡佩拉 直接換卡佩拉回來也是可以的 好啦我們今年一再白嫖啦 真的就是把那個選優權 換回來之後再換回來啊 沒有沒有沒有問題 好啦我們現在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頂級 封線型的球員 那個 robot comment 把他拿去交易掉啦 那再把Damn Wendy換回來 然後 Frank Jogerson表示 幹 我他媽怎麼又回T5隊了 啊沒問題沒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 啊 這完全是我賺 不費一兵一卒又把Damn Wendy 要回來了 哇爽歪歪啊 好啦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就直接問到近末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整體的戰績是如何吧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 來到近末我們可以看到 喔 Steven Curry 重新的再回到了這個MVP的行列啊 哇 場均31.3分 6.1次籃板是怎麼樣 Steven Curry現在進化成全能型球員是不是 場均大三元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那還有這個 4x2的三分九還不錯 好這邊Jumma Riz拿下這個最佳先秀 然後 Norkage最佳第六人 Quietland拿下最佳防守球員 然後Lokage當局拿下最佳監獎 以及我們這個 喔 Devens 這邊是拿下最佳教練啦 哇 綠山君今年這個直接爬起來 最兇就是他們 好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今年沒有那個 季後賽嘛 那我先來預測一下 波士頓下提克贏 沒有瓦基贏 七六人隊贏 媽咪六火隊贏 噢 西區這邊的話 金中友是贏 克里夫蘭騎士隊贏 達斯竹筋俠隊贏 快點隊贏 好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哇我順利的 胡人隊你怎麼拿兄弟 哇胡人隊居然被 Chris Paul他們打倒了 哇 這實在是太不合理了 金中友是居然 哇 整個 脫荒者隊終於突破自己的魔咒啦 每一年都是我被打爆 那今年總該我打爆你一次了吧 然後他們血戰到第七戰 然後 打贏了金中友是隊 哇 達斯竹筋俠隊居然 完全沒有辦法 打贏這個 彈火金塊隊 這我就沒辦法理解了 這邊塞卡提克這邊 4比0 然後這個 妙娃姬這邊 4比2 還行 然後之後的話 看似應該是 妙娃姬直接屌打對面 啊 可以啊 哇果然 媽咪六火隊 肯定是贏多倫多暴龍隊啊 多倫多暴龍隊什麼垃圾啊 我說 呃這個 呃 他們 這個狀態可能不太好 好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然後 我覺得 肯定得是 妙娃姬 然後 我覺得這邊有可能 丹木機會在贏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個人認為 局勢很明朗啦 是不是 這邊就快人隊打 這個 雷霆隊嘛 然後七六人隊打 妙娃姬 妙娃姬贏 加總冠軍 好 好 好好好 我跟妳講 這個我都不想多講 HASHTAG相信專業 你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志摩哥拿下這個 MVP啊 沒問題 那今年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選優權啦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欸 肯定是有好東西的 你看到沒有 TemperWolf這邊 他就直接被我白嫖啦 你看到沒有 他就直接被我白嫖一波啦 哇 你們太菜啦 你們都想不到我今年 就一定要 來一個 這一招有沒有 你們有樂透選優權 我就一定他媽彈到底啊 就是不需要任何解釋啊 就是我今天看到 我有 樂透選優權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彈到底 我先不管他們 好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 第二個選優權的話 我可以選到什麼呢 啊 James Wiseman被這邊選走了 但是我自己想想 我好像沒有必要 選到James Wiseman 這個球員 好像沒有必要 對不對 好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的理解上是 我必須去選 Anthony Edwards 或者是Lamelo Ball 其中一個 但是 Doping Doping我 我覺得我還好 當然綜合看起來的話 當然得是Anthony Edwards啊 這肯定是不需要解釋的啊 這個肯定是這樣選的啊 對不對 Anthony Edwards 這邊就來了 可以 那接下來的話 再摸你到下個選優權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 還能選的球員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 還好了 因為我們不太需要 再有控球後衛啦 其他包含中風位的話 那其他中風位的話 我比較熟的 也就是這個啊 好痛苦啊 但是我覺得 206公分打中風位 我實在是覺得有點 不太優啊 我這樣覺得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欸 這兩個選優權 把它交出去 看能換到什麼 這個我不得不換了吧 我這真的沒有道理不換了吧 不好意思 這真的是 沒有道理不換的 其他 其他都不可能比他好啦 真的其他不可能比他好啦 這不能不換的啦 這 你們原諒我啊 這真的是不得不換的 這什麼東西啊 太神了 好啦 就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今年大豐收啊 首先我們要到了Anthony Edwards 然後再要到了這個 我們的 Mitchell Robinson 這完全就是 削海你知道嗎 好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Tempo Tempo Tempo也老啦 Tempo我就不需要他啦 好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今年可以要到 其他球員嗎 好啦 那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有 這個 Anthony Edwards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在今年 需要做的事情的話 我這邊自己預計啦 我覺得 Denway迪 可能要 被交易掉了 那時候我先看一下 他能交易到什麼東西 如果東西好的話 那也就好說 但是東西如果 還好的話 那我就再看 哇這兩個真的是 欸這真的是 超棒的欸 有沒有更好的東西 嗯 喔 他長87平分 87平分之外 還換了一個 選用權給我欸 那是因為 迪特略活在隊 本身這個球隊 他的那個戰績 本身就不是很好啊 在這個情況下 好吧 Denway迪 這邊交易掉 然後換這兩年選用權 或者 真的 你要拚一點的話 去換這個 Klin Cappella 然後今年的話 再把 那個 Mitchell Robinson 拿去交易掉 因為1600萬真的是一個 很佛心的價格啦 說實在就是 以這個 Klin Cappella 這個已經快要到 90平分的一個能力來說的話 這真的是很佛心啦 這只能這樣換啦 好啦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先想一下 我們今年負債 其實 我們今年幾乎沒有什麼負債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 Joey Harris要回來啦 那一年800萬 給你 然後給你5年 怎麼算你都不虧啦 真的怎麼算你都不虧啦 然後Angelo Robertson 哇哇哇哇 這真的是 天降干物的部分啊 啊 一年700萬送你啊 舒服啊 哇 怎麼會這麼棒啊 2加1 然後給你一年 660萬 行 喔這個報價可以啊 然後都來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Can it free 這邊 一年給你一個 我跟你講 他如果打到 4號位 可能還好一點 但是他打5號位 這真的是會爆炸的事情 雖然他本來就是 主打這個4號位 但是他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他打5號位啦 但是我只能說 嗯 還可以啊 一年給你600萬 喔沒錢了 喔完蛋了 沒錢的話其實也還好啦 反正我就是 牽一些就是 用不太大的球員嘛 例如說像是這個 Livinston 還可以啦 一年底薪給你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把 所有球員牽完了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年的球員發展 好那今年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哇 我們的三聚頭都起來啦 放Kevin Durant 現在來到97評分 然後這個 Kai Robin來到93評分 Jord Allen這邊來到 這個86評分啊 然後Capella這邊 也有86評分 Michel Robbins這邊 來到85評分 然後Chris Lover這邊 來到84評分 這個增加評分 也是增加的很快啊 然後Musa這邊 也是增加3點評分 Anthony Edwards 喔在這個情況下 是來到80評分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首先先想 這三位我教育哪一位 首先低一點 相當起來 教育價值的話 肯定得是這個 Capella是裡面最低的 相當起來是最低的 好那我們現在正中總共有16個人啊 我們在開機之前 我們必須先把其中一個人剃掉啊 那Capella就恭喜你啊 你成功的 引起了我這個注意啊 那我這邊的話 雖然Shan Gildjus Alexander這邊的話 還算不錯 但是最主要的情況就是在於說 我明年能不能拉了回 Shan Gildjus Alexander 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啊 但是我覺得不用管啊 我覺得 這個是相當起來 比較好一點的事情 因為畢竟Shan Gildjus Alexander 最主要是在今年的話 我還可以把Shan Gildjus Alexander 把他拉到發展聯盟去 讓他再多彈一年 這樣其實也是不錯 那這邊Lover加 Steven Adams 其實可以啦 其實Steven Adams這個球員可以 但是一年喔 一年這個就是有點微妙的一個時間點 你知道嗎 好這邊選到最佳解法的話 應該得是Capella跟Chris Lover 去換Clay Thompson 因為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可以剛好把球員換到15個人 最剛好的情況 那這邊的話 我自己是相信 這個金總是對於懸惑群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到前三名的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了那就只能這樣換 雖然路數跟上次有一點點像 但是說實在的 這樣子也是我個人認為 比較好的一個操作 好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是這樣子 這個Carol Ravin Clay Thompson Kevin Durant George Allen 跟Mitchell Robinson 那這邊替補的話 還有Anson Edwards 還有這個Android Robinson 這其實可以啦 Robertson一樣老樣子 拉到這個 3號位 變81評分 還是得老樣子啊 我得把這個 Mitchell Robinson 跟那個Anderson 兩個拿去交易掉 好我們先來到記中啊 我們先感受一下 我們這個整個戰績 應該是會有所起色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年 還行進攻 已經來到99評分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12月15號 那我們現在目前為止的話 哇我們這個戰績的話 是17勝5敗啊 哇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戰績啊 那整個球隊看起來就是 非常非常的棒 那整個球隊的話 看起來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這邊如果你真的要我說 相較起來比較有機會 可以留在隊中的人 這其實兩個人真的都可以 但是 畢竟我還是需要一個4號位啊 我想一下如果我這邊 我可以換Topping喔 Topping可以欸 Topping沒有任何問題啊 哇我的乖乖啊 真的是舒服啊 一口氣補齊兩個4號位啊 這也是可以喔 這個也是可以喔 這樣等於說 如果這樣單換的話 我是血賺 再加個這個 Cluston 給你 然後換這個Michael Porter 怎麼樣 不行 我的選用選用再給你 好好好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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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還可以換到Michael Porter Jr 我真的就沒想到這種事情喔 好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老樣子啊 讓他們下去談啊 這邊再找一個 你是不是退休了對不對 你是不是退休了 沒問題我再拉你回來 替補那兩個真的就是隨便他們啊 讓他們自己慢慢發揮啊 我跟你講他們 之後長到90平分 我們把他交易出去的時候 真的是舒服啊 沒問題啊 現在看起來整個陣容 已經沒什麼太大問題啊 喔唷 喔唷 可以啊 這樣總評有93平分啊 沒問題啊 覺得Alan不會重新圈約 哎呀 Shit 是不是感覺他有點 有點不舒服了 但我覺得他不舒服也是合理的 好啦 那沒差 我們這邊的話繼續模擬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技術的這個成績大概是如何 我們現在來到技術啊 那我們目前的話40勝10敗啊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戰績啊 那Mitcher Robinson這邊 這個情況下 哎我覺得可以把他拉回4號位啦 哎 5 他拉回4號位現在這個整個戰績啊 我才花兩年他就已經長這樣子了 哇 這真的是棒到不行 那我來看看Mitcher Robinson 這邊還可不可以做一些交易 但是他能交易到的東西我看似 應該就是沒有這個球員本身頂級了 是不是 看來是啊 因為畢竟這個 Rober Robinson這邊的話 也算還好 對我來說 吸引力不是那麼足夠了 希望給我Juice Alexander這邊 他還可以再加一年 但是我已經有Clay Thompson 沒有必要 哦 我看這什麼東西 這樣換 你阿嬤個大西瓜這樣換 沒有必要換了 真的是沒有必要換 Mitcher Robinson這邊 明年再加一年 然後慢慢回來 可以啊 Mitcher Robinson真的是2KBUG啊 真的是超級無敵 便宜又好用 那我們進來的話就可以說 這個球隊是這個 布魯克林勇士隊啊 這真的是看起來就 就很像有沒有 雖然 差了一個Wise man 真的就差了一個Wise man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已經有太多的中鋒位 所以我那個時候沒有這樣選 這是我覺得還可以接受的事情 好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繼續摸到寂寞 我們今年的話 應該是可以拿冠軍是穩脫脫的 我們現在來到寂寞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拿下這個63刃 19敗的一個戰績啊 這個戰績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好啊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可以看到這麼個拿 這個最有家的球員 然後這個最佳新秀的話是Lamelo Ball 還可以還可以 Dennis Ruder這邊是拿最佳第六人 然後這邊Qualen拿最佳防守球員 然後這個最佳金牌獎的話是Jammeray Wow Jammeray在去年的話拿下最佳新秀 然後再加上今年的話 拿下最佳金牌獎 非常非常棒 然後今年的話 Oh yeah 可以啊 我們藍網隊總算拿下這個最佳教練啊 好拿來今年的話 我們毫不疑問的話 是拿下這個東區的第一名啊 拿來這個前往下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今年應該是 100%拿總冠軍沒有問題的啊 這個沒有道理不拿總冠軍你知道嗎 因為Kevin Duran在開入二名 Kairo Irving現在也來到94評分 然後再加上Klay Thompson 頂級射手 這就是 金州勇士隊的格局啊 只是那個整個感覺有點微妙的不同而已啊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喔 輸了輸了 還行啊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輸都很難啊 說實在了 那3比1的情況下 這邊再一場就結束對面啦 我這邊要迷路我隊的今年其實很難有機會可以打贏我們 好 那接下來的話是 喔 面對多倫多暴龍啊 暴龍多倫多暴龍啊 這 這怎麼就對 不用多說了啊 喔幹 不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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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dy Goffier你怎麼了 多倫多爵士隊啊 哇靠 Derek Favors跟這個Rudy Goffier 兩個曾經是爵士隊隊友 然後在多倫多暴龍隊 再一次的那個 拒手啊 這這這很假 然後我跟各位講一下 上次我不小心把他唸那個Buncher啊 他唸Buncher唸Buncher啊 他唸Buncher不好意思 那今年的話 對決這個多倫多暴龍隊的話 我個人認為會是一場硬仗 呃 因為對手說實在的 近距離的防守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但是我們後場組合也是兇的啊 oh shit 太爽了吧 啊不對 不對 感覺有點 有點微妙微妙的喔 感覺有事喔 哎呦 沒事沒事 穩搭搭 啊 3比1 4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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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欸 下去 好信了喔 今年不是打面 滅尾瓦機啊 打面尾瓦機 我會很痛苦啊 綠三軍又有什麼貨色 啊就一樣啊 就一樣那個黃金組合啊 對不對 可以啦 那 下一個 你沒有什麼陣容的更動的話 我覺得 幹 不會吧 不會吧 欸 不對喔 啊 怪怪喔 我覺得等一下可以稍微進去看一下 我覺得這邊差10分可以不用看了 啊真的是難受 這家主場被打爆兩次 哇我們專打 專打對面主場欸 哇直接3比0了完蛋 好說仔說贏一場嘛是不是 我的幹 好進去看一下進去看一下 欸這場 真的不能鬧欸 我自認為的黃金陣容 黃金組合 Clay Thompson Carrie Irving 再加上這個 Kevin Durant 還加個Mitchell Robinson 我們這樣輸給 塞爾提克 這個我無法接受 這邊這個出手 再拿下 好球 Mitchell Robinson一個擋拆 來 中距離沒有空檔 這邊沒有直接給 哇 Domson 這邊球進去被選了殺 哇 完全被火過 這邊時間到了 很可惜啊 哎呀沒辦法 Campbell Walker 這邊來個雙向擋拆 這邊一個中距離跳投 這球好球 哇 無視對手防守的一個中距離 可以 好來看一下Carrie Irving 墊步往後 這個中距離跳投 哎呀這個就是差距啊 好這邊來看一下 好這邊來看一下 Tayton這邊一個中距離 啊 啊 不說了 不說了 Campbell Walker 大魚 Carrie Irving 我不說了 我不說了 好 這個中距離跳投 啊 還是沒有進 哎呀 Carrie Irving 我 啊 4比0 欸 你媽個大西瓜 真的是受不了 Carrie Irving 真的他媽關鍵放槍仔 你真的是氣死我 欸 你前面七頭六中 什麼都沒有問題啊 你他媽後面給我兩頭沒有中 我真的是他媽受不了 欸關鍵那兩頭沒有中 哦 你們別怪我啊 我就是歐黑啊 怎麼樣 我就歐黑 好不好 我就歐黑你們不要怪我 好啦 那這個奇幻奇的話 我個人認為 最後的話應該是 這個快點隊拿下總冠軍啊 好 來吧 哦 oh shit 啊那我們輸給總冠軍啊 那沒問題啊 那我覺得可以啊 啊 真的是難受啊 那今天用我們的選優權的話 我是不知道我們有什麼選優權嗎 哇 我們選優權有兩個 但是這兩個好像沒什麼用啊 哇 難受啊 啊我乾脆把那兩個選優權交易掉 然後 Rovine交易掉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想一下而已啊 沒有啦沒有啦 好啦接下來的話第一件事情 Jeric Allen肯定得要回來的 他有人要嗎 沒有人要沒有人要隨便 隨便拿隨便拿 2500萬給你啦 他應該是OK會回來的 那其他球員的話就隨緣啊 那包含這個 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我們今年的發展啊 那這邊Mitcher Robinson的話 就來到91評分啦 那可以啊 然後 Michael Polo Jr.這邊來到這個 哈哈哈哈 甚至是Atlas 來到87評分啊 哇 這個陣容 神啊 真的是神啊 但是我只能說真的是 沒什麼辦法 我覺得我們去年直接被四比 那個真的是太慘了 好 Kevin Durant32歲 然後這邊還是有繼續成長 好啦我覺得我們這個陣容 應該已經算是很頂級很頂級了啦 我覺得我們今年不太需要再多做什麼 太多的那個動作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影片了 那我個人認為我們這個陣容 已經維持得非常不錯了 那當然的話我之後也可以做其他交易啊 那如果這支影片先跟各位講 如果突破五百個喜歡 我會繼續更新下一期的這個藍網王朝啊 那也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路安居胡人隊那支王朝的話 他也有五百個喜歡的話 我會再繼續更新另外一期啊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想要知道一下大家到底喜不喜歡這個系列 那我因為畢竟上一次的那個 胡人王朝的話大概也只有兩百多個喜歡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多給我一些喜歡啊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就來看一下下一次這支影片是什麼時候再更新吧 好了那我們今天影片的話就寫個點燈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人喜歡下方的訂閱 並且想到收割我們這邊有能量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